- 红点钢笔 - 红点钢笔 - 大家好,我是白丁 - 继续观众推荐的红点钢笔 - 红点钢笔 - 首先我还是这样 - 这种笔简简简单单的就很不错了 - 如果这个人换成纸的卡包装 - 那一样会更好 - 然后再下来先打开一下笔的一个本尊 - 那一样我们拿两支笔来进行一个大小的一个对比 - 一支的万宝龙146 - 那再下来就是无印的那个无印两瓶的钢笔 - 如果纳米那一支它不是独立的一个吸默吸口径 - 估计我还是喜欢用那一支 - 因为那一支很多人都有 - 相反这两支就不一定了 - 那尺寸来讲那笔普通的偏短 - 那应该是偏细的一根笔 - 然后呢再下来我们先把笔放一遍 - 然后先静静的看一下这笔 - 本身这支笔上面的一个纹 - 如果镜头上面看应该是一个 - 喷沙的效果吧 - 但其实它上面是有一些鞋纹的 -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- 就是平常都是素的 - 那像这个鞋纹红点的东西吧 - 就是给我感觉它过了很多那个质量保证 - 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品牌 - 如果它的东西设计感更强一点 - 工艺感更强一点 - 那是相当棒的一支笔 - 顶部上面这些我估计是工艺的问题 - 它但是它做的怎么讲 - 过度的等等 - 还有一些精致感嘛 - 都是有的 - 看到这些笔夹等等的 - 那没有任何的刮手 - 但这个还是很紧的 - 很多国商笔的这个 - 真的很紧的 - 我感觉我个人喜欢松点 - 或者像拉米那种 - 或者就是2000那种 - 按 - 它可以这样子 - 只有这里给人弹开 - 对 - 少了一点点的一个设计元素 - 笔尖的是少见的一个按键钢笔 - 那按键钢笔 - 我觉得我买的应该也是最细的一个EF尖 - 细末器一如既往的一个应该是英雄的一个3.4口径的国产的通用标准 - 因为国产又是另外一个口径 - 因为细末器口径真的是我最讨厌的一个部分 - 然后再下来笔的话本身偏细了 - 但是我个人是偏向喜欢现代的笔了 - 整根笔的配重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吧 - 我看一下 - 对 - 本身整根笔的重心在我现在十字的这个位置 - 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平均的一个配重 - 不过说特别前特别后缸 - 然后再拿着重心在这里 - 然后写起来也是刚刚好 - 套在笔帽上面感觉这个怎么讲呢 - 但有点偏轻的一支笔 - 像这个的话就是感觉少数笔差了笔帽 - 我觉得它鞋感会更好的一支笔 - 因为正常用钢笔都是这样 - 但它这个我感觉有点太轻了 - 好像还是要这样子 - 那这个配重就反而还显得刚刚好点 - 就后面稍微再加重一点 - 呃,那差不多 - 而且那个笔握部分嘛 - 这个纹我觉得一般般有点过度装饰了 - 直直的我觉得就素的 - 这样子就非常好看了 - 这个我就没太懂它是什么意思了 - 那整支笔感觉每一个部分都有这种鞋纹了 - 镜头看的不知道清不清楚 - 我可能要到时候自己剪辑的时候再去看 - 但是实体看得起来这个东西是非常的有质感了 - 重量感来讲也是金属笔里面不算特别重的一支笔 - 那我暂时以上感官就这样 - 呃,这里圆头那弧伸到圆头部分过渡起来还是非常的OK - 比较上面来讲你看这个亮面等等没有任何的廉价感 - 就这支笔其实也不贵 - 但是你不会觉得它很略知 - 就是那种什么一支十块钱呢 - 呃,十块钱然后N支就没有那种感觉 - 反正还是一样一如既往的 - 你会觉得这支笔 - 投入了很多的一个怎么说正规的那种制笔造成过程 - 过程在那边就非常的呃 - 就是跟那个什么做做药的那种GMP保证一样 - 就这么一回事 - 好那也废话不多说 - 那拿起我们的我们的一个墨水 - 赶紧试一下上墨啊 - 因为外观上面来讲现在比我看也是都差不多 - 嗯,然后刚刚发的那支什么印象胶的那支Rancher - 的笔的重量也没有 - 就印象胶的笔嘛 - 它的笔的一个重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 - 就是其实跟平常用期差不了多少 - 所以在那个影片我也没有多讲 - 好那这个笔上的时候上墨 - 那我们把盖子给打关了一下啊 - 因为最近用墨水用的比较多 - 现在剩的墨水也不是特别多 - 估计又开始买墨水了 - 好那一个 - 好那小小的瑕疵应该就这种金属的一个笔的话 - 唯一的一个小瑕疵在这里 - 就是它的这个笔能看到吗 - 就小小的黑黑的一块 - 那个金属笔本身2000也是有这个问题 - 就是你墨粘上去了 - 这个位置会有一个小印 - 那长时间的话就会有一个就是你粘墨的那个什么 - 粘墨那个那个印记在那边 - 虽然说不是很影响你个人使用 - 但是强迫症的人还是要对 - 就是注意一下这个地方 - 好那我们就赶紧先写一下这一支笔啊 - 好书写完以后整根笔的第一个鞋感是这样子 -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不像英雄那种就是100 - 那一种没有那么滑 - 但是这种手感又 - 主力感来讲没有那种刮的 - 就是没有那种很顿的刮的那种手感 - 那鞋起来反正这个鞋感也是我偏喜欢的鞋感也是有点 - 因为可能现代人嘛 - 现在它是属于现场笔嘛 - 那大部分还是会那个手感上面会偏向就是新能路坑的那 - 他们更爱那种鞋感就是圆珠笔 - 大部分现在新的现场笔都会慢慢走上 - 所谓的印划其实主要是为了更能接近圆珠笔的那样子一种鞋感 - 那这一支笔也不是很意外的 - 也是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- 它不像那种刀锋打磨或长刀那种 - 我就说人就是各种大笔辉豪那种感觉了 - 但是长刀我个人也不是特别感冒 - 说实话 - 我字第一个也不好看 - 第二个 - 他这支笔给我吧 - 初一水 - 我初一水平变成初二水平而已 - 差别就影响不是很大 - 而且我用了国产那些另外打造长刀 - 我觉得国产的好像更好用一点 - 好 那我们继续回归到正题 - 对那整支笔笔尖也是一样 - 中规中矩不算好 - 不算差 但是一定怎么讲 - 不是说 - 你能感觉到它这支肩不是那种很劣直的肩 - 跟之前的516517一样 - 就是整体的一个书写 - 还有它本身笔的一个质量来讲 - 我都非常满意 - 唯独的还是那样子一个问题 - 这支笔的话 - 它笔夹是这一次比上次两次满意很多了 - 笔尖也是 - 但是我更希望它这个笔更有更多一点设计感 - 比如说它可以做成 - 因为我个人是用大笔的 - 如果能做成LAM2000那样子一个大小 - 或者出一些透明示范的 - 或者就这一类设计感更强的 - 像弹笔那样子 - 这支笔绝对是一流 - 我觉得是绝对 - 因为国产暂时不算英雄永生的话 - 我印象比较深的笔 - 也就是富林文的笔尖 - 但是如果笔杆的话 - 我印象比较好的 - 还是弹笔 - 虽然说它给我笔尖的一个感觉最差 - 那像这一支的话 - 我觉得它走的是最红点 - 最现代最科学这样子一个品牌 - 好那整根笔的评测就到这里了 - 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 - 那有什么的 - 我那个漏讲了 - 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- 谢谢大家 - 拜拜 - 拜拜